狀況就是說 哎 老師那如果我客戶編號 有增加的話 如果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客戶 假如說我這邊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客戶 應該是00 他自動會增加005 那比如說 比如說 五傳好了 比如說 他好像名稱就12345 剛好就是五傳 好 OK好 假設這一間 好 那 可是你問題是你現在下拉會不會出現 他不會出現 那怎麼辦呢 我發現舊版的話 以前的舊版 你必須要自己在這邊再更新一次 把它取代 這樣子 他過來有沒有 他就有005了 好 005 他怎麼抓 0005 客戶 那我客戶的對照表 好像又只有這個範圍 他就抓不到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要寫活的話 恐怕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你的選客戶編號 剛剛是這樣選對不對 請你直接選整欄 直接選整欄 來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取代它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客戶編號 它變成底下會有空白 我印象中是 神選整欄應該是不會有空白出現 我看 那可是就是變成說整欄有空白出現 還是說底下 Ctrl是不是向下 Delete掉 假設我裡面資料 因為它裡面可能有資料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個問題 就變成說如果更新的話 會有問題 不過至少就是說 你在 選 或者是你不要選整欄 你就選多幾欄 預留空間 可以讓它往下 但是就是不能選到 裡面這邊就變成空的 可是我剛剛試了一下 商品編號好像不會出現 像我這邊的話 多了一個 我試一下 因為剛剛我這邊又多了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多一筆 這個是5好了 然後這個是 換一個數字 OK 那這邊是6 假設例是這樣 商品編號 但是還要再做一件事 怎麼樣 把這個整來 我看一下 我剛剛是直接緊端列 把它取代掉 那這個時候 向下拉 商品編號 它不會有空白 可是客戶卻有空白 這是為什麼呢 難道是因為數字跟文字的差別嗎 不對啊 這個會有空白 可是商品編號卻沒空白 這個再研究看看好了 OK 那會出現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查了之後 範圍部分 那怎麼辦 如果你要查範圍 那你記得把那個剛剛的客戶 就不要只有選這樣子 記得怎麼樣 再乾脆 CtrlTuber向右 向下 再向下好了 全部選起來 全部選起來 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沒有影響 因為反正你有資料 它才查 沒資料就查不到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你就把這個整個叫做客戶 所以直接把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有一個反正的 說明